进入是我们的这个圣界 在佛法里面最重要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情绪边缘 造成所谓可怕的这一些轮回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压力 我们有分生里面跟心里面的 有这些压力会造成我们 无法真正的专注 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一个时空统一 造成我们无始节来当中的边缘系统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轮回 轮回的可怕呢 造成自己身心的不平静 身心的不平安 这些灵性在我们生命当中 它就转为灵魂 转为情绪了 其实我们人类最重要就是一个 过去对这个外在环境跟生活习惯 一个平常的惯性当中 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 失掉你的角色 还是失掉你的身份 有时候这都是我们过去 一种人的习惯的惯性了 所以这个都是比较属于怀才不易 适才傲物 我们也希望透过今日呢 了解到佛就是要让我们了解 一切都是跟我们在生命的 转换有直接相关 比如我们在律障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提起三见律 非常好的是告知我们 每一个人都因为过去我们对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朋友 友情或者是兄弟姐妹的当中 可能因为亲后想 所以亲后想就是认为说 你跟我很好 我跟你很好 所以我们就自认为说 我们不用去问人 我们就是可以随便拿取 拿出我们的房子去贷款 或者是呢 拿出家里面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犯道了 到后来呢 我们随着时间不断的轮回 传给下一代 形成一个引力的集体的轮回了 这些都还是基础的 所以我们今日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明理原理原则的方程式 就是从自身去挖 挖你现在的苦难到底是出自于哪里 你只有深入佛法 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开答案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人 能够深入聚足界 我们同声开口彰显 三宝的智慧寇武中 即十方法界众生 开悟成就正片 无上正等正觉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能够遇到善知识 会善知识 即善知识与愚促 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 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 并转换至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 RNA 基因原子 原子核 直子 电子 中子 微中子 微子 亮子 光子 超光子 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 转换成无量光 无量手 感恩 再感恩 无限的感恩 地质 世 重愿 执念 天恩 本身 睡果 再说不行 法三片满虚空 存单于一切 只愿成就大众 阿弥陀佛 我们感恩身心的合一 一定是要彰显三宝 我们正式归一三宝 起颂 归佛 归法 归一身 归佛 两足尊 归法 礼余尊 归一身 重重尊 归佛 离开地狱道 归法 离开恶鬼道 归一身 离开出身旁生道 归佛 离开地狱道 归佛 离开出身旁生道 归佛静 归法静 归身静 一切归白静 我们透过云陀陀的生命 本剧主的雪山平丽 十念念佛 十念放光起送 那么美妙的心 美妙的世界 美妙的虚空 美妙的大海 美妙的一切 因为我们懂得身口亦合而为一 这就是三宝的不可思议